你 宴会之上 为什么要为难千千 我们只是为了给陈千千一个下马威 并不是真的想看她跳舞啊 我是我现在想杀了你 你猜 我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少君息怒 下官知错了 我蛰伏花园城 步履为界熬到今天 险些受你们千连功亏一篑 那少君如今这样 就不算功亏一篑了吗 少君为了一个女人 辜负了多少玄乎成人的期望 放肆 属下特意前来助阵少君 可少君凝确迟疑了 七夕游戒 夜夕城主 最后里应外合 一举攻占花园城 这些都是我们当初做好的计划 少君 却为了一个女人 心软了 少君 我们知道您钟情于陈芊芊 城主已下令 灭了花园城之后 让她做个婢女 留在您身边 我说 时机未到 少君 少君 城主有令 让您和少少主择日合理 让少少主和裴思学承欢 到了 等一下 等一下 少城铸王 裴思勋 您看看 您看看 少君 这城铸刚下令 俩人就私会了 听说 这俩人青梅竹马 我看啊 早就勾得到一起了 就是啊 少君 您要是再不行都灭了花园城 我看这修书啊 都快送到玄虎城去了 如果我们大军一举难下 灭了花园城 那陈千千这个女人 就是您的囊中之物了 没错 这么做 可都是为了陈千千呀 是啊 少君 沛恒 谢谢您总是为我着想 我喜欢你 自然为你着想 我已经成婚了 可你们之间 掺着花园城和玄虎城的过往纠葛 她对你并非真心 我知道 你一时受她迷惑 但我会 佩恒 我对你真的只是朋友之心 并非男女之爱 你能不能去面前母亲告诉她 你不喜欢我 让她收回陈明